文化並不是單單一個人 或是兩個人才有辦法去承接下來 怎麼去善用這一個資產 才是部落的人要很充分的了解跟認同 有部落有部落領袖 然後才有跟著有族人一起共存 你不去延續它的時候 它就會混亂就會斷掉 做部落過去 比較主體性的紀念文化 這樣子傳承下去 部落的年輕人才會有感覺說 我回部落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記憶這樣的 如果只收入一個記憶的某一個部分的話 看不到它的完整性 在做指定跟登錄的時候 可以選擇複合型的 這是一個突破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朝這樣的方向去做努力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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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